好,現在我把鼓放在那邊 會逐一介紹一下鼓 簡單介紹一下 鼓有分尺寸 最大的當然是Bass drum 就是這個 這個東西 之後我會安裝整個Bass drum 這樣就會加這兩塊膜上去 這樣才會震動,才會有聲音 除了大家用來踩的Bass drum之外 你要踩,也要有一個椅子 椅子就是這個 這個 這個 Tama的Iron 600 Single paddle 好了,除了踩,逐個逐個介紹 你會見到 這裡會有不同尺寸的聲音 OK 通常我們越小,聲音聽下去就會高音 OK 我們分別有 High Tom Mid Tom 和Fall Tom 我這支鼓有兩個Fall Tom 兩個Fall Tom的尺寸不同 而Bass drum 而Bass drum 這個就是22寸的 好了 這個是什麼來的呢 這個就是平時大家經常聽的Snair Snair 通常都是14寸的 OK 那就 High Tom Mid Tom Fall Tom Snair Bass drum 當然那邊 你會見到 你會見到些銅片類的東西 打鼓 這些 High Hat High Hat 都要有一些Stand 也有兩塊銅片 黏著的 那就是High Hat 這個就是整套銅片 它這個 Symbol 它包三樣東西 有四塊片 High Hat兩塊 兩塊 然後Symbol 就是一個Crash 一個Ride 我之後再展示給大家看 就是這樣 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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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環境就是這樣 當然是這個木箱鼓 給大家多一點點東西 其實這裡有個暗格 什麼暗格呢? 這裡就是我暫時的工作桌子 有些舊的鼓都放在這裡 我剪片是對著這個鏡剪的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 很累,昨天還剩下手 接下來繼續拍攝系列 再見